大家好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是黄勇 我是小费 为了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呢 今天的婚礼有五件事情不会发生 在这边先跟大家做预告 今天不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情 不会有人致辞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很高兴 在这里给我们的新人 做一些祝福 现在我认识很久了 他们爸爸妈妈 当年结婚的时候我也在场 那真的是郎才女貌 郎才女貌 金童玉女 碧月羞花 沉鱼落叶 郎才女貌 真的是青年才俊 匠门世家 金童玉女 月下老人 因为呢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活动 还有丰盛的菜肴 所以我们就没有预留 大家致辞的时间 不过各位的指导我们都记在心里 请大家不用担心 接下来呢 是今天第二届不会发生的事情 Kiss me 真的吗 Kiss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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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啦 是歌名喔 不然呢 你讲清楚嘛 不过话说回来齁 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耶 说不定我们可以把阿姨了 嗯 接下来第三件不会发生的是 你听我说了 椅子底下没有礼物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放 今天来得很早 都还没有人来 对耶 今天不晓会不会有惊喜礼物 哦我想想看 那还不简单 听我说 你去那边找 我找这边 都藏在椅子底下 走 老实说我还真的干过这种事耶 对啊 结果那次我们在桌巾底下找到 啊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太狡猾了 太狡猾了 再次说明 今天不管桌子底下 还是椅子底下都没有礼物 没错 就是你 不要再翻桌子底下了 也不要再翻盘子底下了 底下真的没有礼物 接下来是今天不会发生的 第四件事 新郎不唱歌 耶 今天嫁给我 耶 今天嫁给我 好吗 啊 Jolin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Jolin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啊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来是想要听新郎唱歌 不过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诶 诶 那个 我们今天真的不唱歌吗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用 因为你知道 那个其实我唱歌还蛮好听的 所以我可以 接下来是今天不会发生的第五件事情 你怎么听我讲 没错 所以今天绝对不会有我们小时候照片 或是成长时期的照片 想看的人请下双方家长 诶 你确定不放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你觉得很可爱 那你怎么不放你长头发的照片 I feel good I knew that I would not 那么 以上就是今天不会发生的五件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